上个月30号花莲有一名苏信进行车司机 他因为酒驾撞死了一名18岁蜻蜓国手 那么到了告别室这一天 这个司机竟然是穿着红衣 脖子还绑着红绳献身来祭拜 那么其实红色衣服有代表火光跟驱邪 要驱鬼的意思 那么这样的行为也让家属觉得苏信驾驶 毫无忏悔之心 他们难以接受 这样对家属是一种侮辱 对 侮辱 恶毒伤害 上个月30号花莲一名苏信小黄司机酒驾 开车途中竟把年仅18岁的高二国家 蜻蜓队选手当场撞死 但来到灵堂祭拜却让家属更火大 你把一个人 把我们这么爱的亲爱的小孩 转成这个样子 你的态度 你现在的穿着适宜吗 赵氏司机到了殡仪馆 竟身穿大红色衣服 脖子继红绳 祭拜死者令家属震怒 撞死人穿这样什么意思 没有想到苏信司机竞呛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撞他 害怕 对 害怕鬼魂来缠身 原来红色衣服有代表火光 和驱邪驱鬼之意 酒驾撞死人竟不是先反省 而是害怕死者鬼魂缠身 回到事发现场 还能看见小黄车头几乎撞烂 机车倒窝一旁 油漏满地 年仅十八岁的轻艇国手命丧酒驾司机之手 不但毫无忏悔之心 竟还穿红衣要加速怎么接受 记者鸿门唱杨如涵花脸报导